好 另外一个焦点来关注乌尔战争 乌克兰大反攻这两天脚步突然放缓 俄罗斯情报指出乌军疑似在重整军队 准备下一波的行动 而俄罗斯国防部呢 打算在月底前组建一直有五个军团的预备翼部队 阻止乌军反攻 乌军坦克缓缓开进满目闯淫的战区 为的就是拯救受伤的战友 没想到 乌尔两军马上短兵相接 乌克兰士兵快速拿起枪 随后自弹连发 射完一发又马上装填下一发 另一批乌军继续找还有没有敌人踪击 除了地毯式搜寻 还有空中无人机鹰眼侦察 一旦发现俄军 就是炮弹伺候 冒出的黑烟千里之外都看得到 误求全部歼灭 不让漏网俄军再去残害无辜百姓 不过俄军方发现 乌军的攻势相较前几周 步调似乎放缓 研判乌克兰可能正在酝酿下一步棋 除了应对乌军大反攻 俄罗斯国防部长萧伊古建议总统普京 建立一支有五个军团的预备役部队 这支部队预计六月底前就要组建完成 至于兵力要从哪来 普京说乌军至今损失一万三千人 认为乌军正忙着重整剩余兵力 集结成新的战斗力 外面分析普京近期频频讨论战场局势 可能也反映出这场快一年半的乌俄战争 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乌军也坦承 反攻速度比确变慢 不过他们在乌冬战场还是有不少战过 当中最大功臣要赎主力的第三突击率 第三突击率曾和第七十二突击率 一起收复基辅郊区 布查和伊尔平等地 接着在亚速钢铁厂之战 参与后勤与撤离伤兵任务 经历大小战斗后 这群志愿兵也摇身一变 成为乌军战斗力最强的戟律 乌军周四凌晨发射飞弹 击中连接克里米亚与赫尔松的琼戈尔桥 南部占领区的俄军 有70%后勤资源都得靠这座桥补给 现在桥梁被炸 得绕好几小时才能把补给送上 另外俄军为避免炮弹 被防空系统拦截 该沿着河流轰炸乌克兰城市 但乌克兰海军也不是吃素的 乌克兰总统泽洛斯基警告 情自显示 俄罗斯考虑对杂波罗热核电厂发动恐攻 而先前南部大坝遭攻击 导致杂波罗热 水库也在干涸 恐怕影响核电厂冷却设备 俄国英派开始提倡 应该用核武先发制人 不过另一派专家马上痛批 动用核武阻止局势升级 根本大错特错 英国BBC分析 普清至今还没点头同意 用核武攻击 现阶段只是要先施压西方 阻止核战爆发 得趁鹰派还没站上风前 先和普清弹劾 不过西方挺乌克兰态度 依旧坚定 欧盟除了再加码军援乌克兰 也公布第十一轮对俄制裁方案 特别要防范俄罗斯钻漏洞 寻求第三国家 支援或提供军武 拿来继续打乌克兰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